那一開始的時候 他的武器只有一般的攻擊而已 那你就是要到處去撿他的一些武器 然後來丟 打掉這個敵人之後可以獲得金幣 然後累積金幣最多人就可以獲勝了 那你可能會遇到一些NPC 像他的法師就用他的特殊技能是用那個火焰 我們NPC在廝殺 他這個特殊技能就是把人家拼住了 這個神秘女法師 喔喔喔喔 拳神我打了 拼住他有沒有不可以射他 喔喔 他用那個特殊技能把我幹掉 然後出去撿這個炸彈可以丟 有點像那個炸彈超人 然後就可以把那個炸彈丟進去 所以他還可以還可以防禦 用那個盾牌可以防禦 然後就可以擋掉一些攻擊 OK 拼住吧 然後這個寶箱把它打破之後 你就可以獲得一些金幣 那個加50滴的血 喔喔 後空 什麽 喔喔喔喔喔喔喔 喔好可怕 水 好險好險 可以集氣喔 喔 還是會冒可憐出來 超屌的 喔齁 咬殺了啦 不會生氣 會變前 好 被人生氣 狼狽 好刎 deixar 喔 炸我自己 靠我自己 這款遊戲目前不支援中文 搶先體驗請點下方連結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不妨按個讚吧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下方留言給我吧 下一集再見囉